俄罗斯全国上下日前再次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示威民众厌恶普京长期执政并希望社会改革 民众喊出的口号是打倒秘密警察政权 普京是小偷 总理梅德维杰夫下台 俄罗斯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等等 与此同时据报道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却始终居高不下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华来介绍一下这次抗疫浪潮的背景 起因和未来趋势 白华你好 徐伯你好 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普京总统治下的社会的不公和腐败猖獗的这样一个愤怒呢 那么这一次抗疫浪潮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有哪些新特点 对 这次抗疫规模非常非常大 俄罗斯公报他刚做了一个分析统计 他说这次抗疫规模能比3月26日的那次抗疫 大约参加人数能比那次抗疫能多出50%到70% 这也是3月26日以来的三个月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抗疫 这个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俄罗斯过去的这个历史上一直就是莫斯科和圣别的宝呢 这两个大城市呢来决定这个俄罗斯的政治气候革命呢 也大规模的抗疫呢也基本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大城市 从这两个大城市开始 但是呢6月12日的这个抗疫呢是一个区别就是说 俄罗斯全国各地都有而且规模都很大 那么反对派领袖就是召集这一次抗疫活动的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他的幕僚长这个沃尔科夫 他说呢他说在全国各地大约能有这个将近180个城市举行抗疫活动 那么这些抗疫活动的规模呢参加人数呢 从这个几百人到这个上千人到几千人这个人数不等 那么从这个与中国相接壤的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 海生买到这个哈巴罗斯克伯利还有这个布拉格维森斯克 海兰炮他们都有几千人参加 再到这个西伯利亚再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欧洲地区 然后是南部甚至是这个接近北极圈的这个诺尔里尔斯克 还有这个高加索都有这个很多人参加 那么甚至在俄罗斯的这个亚库特地区 还有这个布拉格这属于这个民族地区 民族聚居地区也有很多人参加 那么在俄罗斯南部呢有个城市叫丹波夫是一个这个农业区 那么当地的记者说他说90年代以来呢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抗疫活动 这么多的人参加 而且呢他说这一次呢就有这个40多人逮捕 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在丹波夫呢 这些抗疫活动呢有的是被当局批准 那么有的没有被当局批准 丹波夫这个活动呢当局批准 当地方当局批准是在一个这个分场附近 在一个墓地附近给这个举行抗疫活动 但是这个人们不同意后来转移到市中西西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苏联前领导人柏雷尔涅夫长期执政就造成了苏联停滞的这样一个时代 也是促成后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普京的执政时间很快就会超过了柏雷尔涅夫 那么这样大规模抗疫在多大程度上将动摇普京执政的这样一个基础呢 来话 对就像刚才说的普京现在这个支持率呢还是非常非常高 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他大约能有这个支持率能有到80%到85%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许多人对他这个支持率呢也有存在在怀疑 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学家在进行这个民调的过程当中呢 涉及到很多这个技巧的问题 也涉及到如何这个提问题的问题 那么对这个民调支持率存在质疑的这个许多人认为呢 就是说比方说如果要是普京政权摇摇欲坠的话 会不会有这个85%这么大的一个数量的人来反过来这个支持这个停普京的这个机会呢 一般人一般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就是说俄罗斯最近几年呢 那么逮捕了好几名这个当地的一个州长 就是说那中国话来讲就是贪官涉及的贪污腐败 但是这些州长呢在竞选当中呢 他们都获得了这个90%多80%的这个支持率 但是在这些州长被逮捕的过程当中呢 没有任何一人走上街头来支持这些州长 所以说就是说证明这普京知识率呢 有人认为这个对他这个知识率质疑 但是是不是说就是说纳瓦里尼领导的这个抗议活动 会对普京这个执政基础构成这个威胁呢 现在也有许多社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 暂时呢这个轨点还没有这个到 因为现在就是说俄罗斯最近两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啊 确实在这个下降 但是呢人们还是对未来呢有一定的这个希望 许多人在等 就是说这种日子呢何时在结束 有一种这个不耐烦的这个情绪 另外呢这个不满的情绪呢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拐点何时出现呢 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好的 我们感谢白话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